吉兰丹贸销局长开突击检查 一连两天在哥达巴鲁四间手机配件店 查获上千件一次冒牌手机配件 设计金额33104令吉 这间手机配件包括电池、充电线、连接器和耳机 全都是知名品牌房品 吉兰丹贸销局局长阿兹曼指出 被取缔的四间店铺还同时在线上营运 当局远挺2019年商标法令非法使用注册商标 展开调查一旦罪从业者恐怕会面临罚款